聖恩孫鵬一身黑裝戴口罩 戴著老婆迪英 兩人現身台北地方法院 因為被捲入片扁孝子 黃岐的詐欺案 法官要他們出庭當證人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狀況 我只希望不要再傳喚我們 我們基本上是被害者 然後我真的很討厭法院 好不容易解脫了還要來 原來是因為黃岐知道 孫鵬左在美國犯槍砲案需要律師 黃岐就假冒律師寫訴狀 再蓋上當時委任律師郭上元的印章 涉嫌違反律師法和詐欺被起訴 不過當年黃岐為何可以聯繫上他們 他不是打給他 他打給我 他那時候不是黃岐 他那時候是叫Amanda 當時孫鵬和迪英要飛去美國救兒子 卻在臺灣機場的VIP室 接到一通電話 是黃岐假冒歌手張清芳的先生 跟宋學仁說要介紹律師 接著又變成女生聲音說自己是宋學仁的秘書 Amanda會負責處理 在美國Amanda介紹了一名黃律師 錢也都收了 不過孫鵬左飛到香港後 卻變成郭尚偉來接洽 敵英不滿的是第一次被起訴 郭尚偉要孫安佐認罪 說他還年輕 可以求情判緩刑 但孫鵬敵英認為沒罪為何要認罪 因此解除委任 丁英說黃岐接近他們 可能是想處理孫安佐英國移民就學 高達一兩千萬的費用 沒想到還沒騙到 這回先被抓了 華日新聞 林佳穎 侯真倫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